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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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部落大小生 我是主持人蔡志伟 阿维 那我想在整个原住民族 争取权利的过程当中 1990年代 三次的原住民族 还我土地运动 觸發了整個公部門 開始啟動了 正式的啟動了 原住民族增化編保留地的政策 長期以來這個政策 當然有正面的 當然也有許許多多 它一個負面的結果 在最近的一個事件當中 讓我們再次看到了 原住民族在爭取保留地的過程當中 所遭遇到的一些困難 我們今天就利用今天的節目的時間 要透過發生在南投縣仁愛鄉 有關於國立台灣大學 所管理的梅峰農場的土地 與當地的賽德克族的族人 他在申請增化編的過程當中 所遭遇到的一些困難 甚至說在這個案件裡面 我們的當事人也經過 也曾經進入到訴訟程序裡面 來去做一個對話 但是在訴訟的結果 並不如族人的期待 那我想在整個 不管是增化編的過程裡面也好 或者是原住民族在爭取土地的 這個權益的過程當中 到底有哪些問題 我們今天就很高興的 邀請了四位的來賓朋友 要來一起從梅峰土地 看原住民族土地未來的 一個發展的可能性 那我們今天跟大家來介紹 今天的四位來賓 那第一位從我的左手邊開始 是由我們的行政院援助民族委員會 土地管理處的副處長 謝雅傑 謝副處長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那第二位呢 是我們塞德克族民族議會的總召集人 瓦利斯貝林 主持人 大家好 我是塞德克族議會的 任愛鄉 那第三位就是我們今天討論的 這個梅峰農場土地的當事人之一 就是我們的王雅各 王先生 主任你好 我是王雅各 大家好 第四位是我們台大原生代社團的社長蘇雅妍 雅妍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台大原生代社社長蘇雅妍 好 那我想在正式進入到我們的節目的討論之前 我們還是先讓各位觀眾朋友來看一段 由我們團隊為各位簡單準備的一段報導 南投縣仁愛鄉的塞德克族人王雅各 想要將家裡三代持續耕種的農地 申請為原住民保留地 結果才一申請 就被該比土地的工廠機關 國立台灣大學以侵占的罪嫌告上法院 由地方法院纏鬥到最高法院 最後結果是最高法院判王雅各敗訴定宴 打開空照圖 照片部就指出 王雅各申請的這塊位於南投縣仁愛鄉 梅峰農場的土地經查證 確實在日期時期就是台北帝國大學所擁有的 而中華民國政府接受台灣政權之後 一直以來就是國立台灣大學的三地實驗農場 所以王雅各想要將部分區塊申請為原保地 就被台灣大學認定是侵占行為 他的祖先之前在根據這個規定在77年2月1號以前 就在這邊做實力開墾的這樣一個行為 如果他可以提出新市政的話 那我們就這邊會請台大三地實驗農場這邊來 重新就他的新市政來做一些評估跟判斷 那是不是符合法律的一個規定 一句看看是不是符合法律的規定 讓王雅各相當無奈 因為從日期時代開始 爺爺跟爸爸都在梅峰農場農地耕作 傳到他這一代也是如此 台灣大學未曾有異議 而且現在全家生計都依靠這個農田 我覺得台大就一直刁難我們這個證據 其實我符合這個正邊都已經申請了 然後他最後面我申請那個空照圖給他們看 他們也是發育說也是他們開墾的 一直在刁難我這個正邊 是一樣啊 還我土地啊 我一定會把這個土地 阿公的地撤取回來啦 教育部表示會邀請行政原民會 與國立台灣大學另案召開協調會 期盼可以透過協商還給民眾祖傳的耕作農地 好 那我想我們可以從剛剛的報導裡面 很清楚可以看到在這樣的一個 原住民申請保留地的過程裡面 所遭遇到的這樣的一個困難 其實某種程度上都必須要回到 我們原住民如何能夠去證明 這個他自己的事實上的一個使用者啦 我想這是最大的一個關鍵 那特別就在於說我想我們在今天的這個節目裡面 原本也有邀請到我們的這個整個事件的 另外一個當事人也就是國立台灣大學 那我想他們這邊也提出來他們的一個聲明稿 我想是不是先給大家來做一個了解 那台大這邊的聲明稿 是這樣的一個表示的 他說由於台大校方考慮到王雅各先生之個案 已經進入行政程序 不宜再到媒體來公開討論 以免讓問題複雜化 因此決定不派代表來出席我們今天的節目 那他也提到了有關王雅各先生個案的處理 校方一定會秉持依法行政的精神 並且邀請專家學者共同詳細檢視 所有的證據嚴謹周延處理此案 我想這個是先讓各位觀眾朋友 以及關心這個事件未來發展的朋友們 先了解到目前台灣大學他們的一個立場 還有他們對這些事件的一些看法 好 那我想很清楚的就是說 從我們剛剛的這個報導裡面 也都可以了解到國立台灣大學 它的前身當然就是我們的這個東京帝國大學 那在整個這個二戰結束以後的一個國家的轉移啊 這個相關的這個權責啊 也有相對應的機關來去承接 那其實在這個承接的過程當中 那當然就會衍生出一些這個土地也好 或者是權力的一個重整或清理的一個過程 那其實在這個清理的過程裡面 其實就會常常衍生出原住民的一些訴求跟主張啊 其實會跟我們的管理機關 有產生於某種程度的一個落差跟差異啦 我想這個也是主要我們今天討論這個真話邊 最主要的希望能夠去克服的一個問題之一 那我想是不是我們可以先請我們的當事人喔 就是說我們王雅各先生 大概可不可以跟我們了解一下 那在整個這個事件的來龍去脈 那你們你自己這邊的所經歷到的一些過程是什麼 可以跟我們觀眾朋友來了解一下 那這個地是我從阿公 我爸爸上帶我祖傳下來做的 那我爸爸做 其實70多年我爸爸都在做 那為什麼台大一直不曉得這個地 是台大的還是原住民保留地 那換我做的時候 我有這個正邊的這個 正邊保留地的這個案子 我再來去申請這個土地正邊 那台大就開始告我 本來之前是那個70年是一筆的土地 那後來他們83年才去又改分割 之一之二 那我那個地就變成三筆地 我那時候也不曉得 我第一次申請是一百四十四 那後面怎麼會又搞出來兩筆土地 原來的之一之二 是台大是用那個圖面分割 而不是下來跟我們那個測量 那個下來跟我們一起測量 那是圖面分割的 我們都不曉得 是 那我想我們可以從之前的訴訟 確實就是說當事人本身 我們王亞哥他的一個 從過去一直使用到現在的 這樣的一種連續性 我想不管是從家族的觀點 或部落的觀點應該都很清楚 那可是今天透過訴訟 反而是一個原本土地的一個使用人 結果是被在訴訟的這個結果裡面 被認定是一個形勢上面的這個侵占 那不曉得你對這樣的一個立場的轉變 你自己的感受是什麼 我是覺得我自己阿公的地 我爸爸的地我在做 為什麼還要被他們告 告到最高法院 我就很無奈 為什麼自己的地還被人叫告這樣 是 好 那不曉得那個雅妍這邊 在你們自己了解這個參與的過程當中 學校的社團怎麼樣去看這個事情 那你們有用什麼樣的方式在參與 就是我們是用我們參與的方式 就是一開始其實就是先接觸 就是接觸到這個新聞 那後來就到 後來就是 因為12月9號我們 可能12月7號我們才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12月9號就 因為本來是定12月9號要拆除 所以我們就是在 在12月9號當天下去 然後去了解這整個事情 然後我們的立場就是在跟 雅各這邊去了解當地的 當地的 就是去做訪調 然後也跟學校這邊 就是跟學校這邊做溝通 那其實我們在整個事情 在這整個事情之後 我們就是以學生的立場 我們提出了三個訴求 就是首先我們第一個訴求就是 真話編辦法未接過低 原住民 原民會應該徹底檢討 關於這一點呢 其實我們認為這個政策的目的是好的 但是它的辦法不理想 而且它的位階過低 所以導致它的成功比率非常低 就是根本沒有辦法展現 它所謂的歷史正義 然後而且再加上 它把那個同意權 就是給金管機關 那這根本就是讓金管機關 求援兼裁判 所以我們就提出了第一個訴求 那再來第二個訴求 台大不可求援兼裁判 因公正 因成立公正委員會審查證據 關於這一點呢 其實因為我們剛才 第一點講到這個辦法並不理想 所以他們在2月21號的時候 就是教育部台大跟原民會這邊 有做一個協調會 但是在這個協調會的結論 它還是跟以前一樣 就是還是要依法行政 然後就是雅各 就是還是由雅各申請 然後還是要由台大來同意 那這個就是讓台大做 就是求援兼裁判啊 那所以我們就是提出就是應該要 台大應該要就是邀請各專家 學者 然後就是讓這些學者去公正的判斷 而不是台大求援兼裁判 再來第三點 尊重原住民歷史正義 學校師生一起努力改善社區關係 其實在經過幾次訪調之後啊 就是我們發現 學校跟族人的關係非常差 就是他們並沒有良好的溝通 所以其實而且台大作為一個學術單位啊 他不是應該要做其他學校的榜樣嗎 可是他並沒有做到這一點 所以我們認為 台大這邊應該要積極的與社區溝通 然後瞭解雙方的立場 然後再達成一個長期的協調合作關係 對 這是我們學生的立場這樣子 好 我想其實任何一個 原住民族這個土地的訴求本身 他都回到一個部落作為一個個案 可是我們放大到 是一個族群跟國家的關係的這個 這個結構裡面去看 我想過去這很長一段時間 這至少也有調查了十年 這個原住民族傳統領域 我想就今天這個個案本身 其實他跟我們原住民族的 這個傳統領域的這個 調查本身的結果 我想我們今天也透過 這個我們所去取得的一個 原民會所公佈的一個 傳統領域的分布圖 讓大家來了解一下 其實我們今天在討論這件事情 它不只是單純的一個 部落的一個個人所使用的問題 其實它還關係到的是一個 族群傳統領域 未來如何能夠去維續 甚至是發展的一個 一個非常重要性的一個關鍵 我想就這個部分 是不是我們可以請副處長 跟我們大概說明一下 這個傳統領域分布圖的一個概念 這個圖資基本上是在民國95年 也就是西元2006年所做的一個調查 那這個圖資的那個部分 是只有12組 不是14組 因為當時根據那個所有的 具有屬性的一些資料來調查的結果的話 當時在民國95年的時候 撒基拉雅跟賽德克族 還沒有正式成為第13組跟第14組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的那個圖資的部分 是沒有包含這兩個族群在內 但是在民國96年之後 我們園民會就陸續委託相關的研究團隊 來補足 就是還有離證相關的 我們所有14組 包括賽德克族 還有那個撒基拉雅族 在內的所有族群的 傳統領域的這個範圍 那在這邊 我們必須跟賽德克族的朋友 說聲抱歉 因為這個部分是在圖字上 是看不到賽德克族的 可不可以跟我們說明一下 大概是在哪一個區塊 大概是在跟泰雅族的傳統領域的範圍之內重疊 大概就是在南投那邊的一個 傳統領域的一個範圍之內 但是那個部分 我們還要必須根據我們所調查的成果 有關於賽德克族的屬性資料的部分 在將來就是 我們今年又有委託那個研究團隊 來做一個離證跟澄清 所以這個部分 將來會有完整的 14組的傳統領域的一個呈現 以上 那我想是不是可以請主委 你作為一個我們目前賽德克族民族會的總召 那你怎麼樣從一個族群的角度 來看今天這樣的一個事件 其實那個傳統領域 如果要講賽德克傳統領域 應該很簡單的概念就是 大概是從目前的物色水庫 濁水溪的上游兩邊 然後往西北邊是到北港溪上游跟 無溪上游的北港溪跟梅溪上游 銜接到泰雅族 大概那個領域是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那我們說傳統領域是什麼 是因為在研究民的一個各族裡頭 很明確的知道他各族或各部落的領域 這個領域是從歷史脈絡裡頭是非常清楚的 那意思是從歷史脈絡裡頭 它是事實存在 它事實存在有這個東西 那在法律上面呢 研究民基民法也很明確有傳統領域 在法律上也有把這個傳統領域的 所謂這個名詞也是法律的名詞 所以我們講這個梅峰農場 亡雅客的土地呢 它是在賽德克傳統領域 那傳統領域還有一個概念就是 是屬於部落或者是族群的集體權力 它不能變成是屬於個人化的一個主權 所以今天這真的問題 今天應該要談到說 原住民的主權跟國家的主權 在台灣不同的一個政權來 那國家的主權跟原住民主權 哪一個是優先擁有這個主權呢 你國家中華民國是取得以日本的 這個所謂的主權的概念來講的話 原住民早就在日本時代以前就在了 那從這個歷史脈絡以後也不能忘記說 事實存在的傳統領域在這裡 當然如果是把王雅客這個事件 變成個人的問題的話 當然你要從法律裡面 事實上我們在研明會 當時我在研明會當主委的時候 為什麼會有一個補辦政邊保留地的這個法律呢 是已經知道很多的傳統領域 甚至研製品個人在啃植的一些土地呢 還是涵蓋在公有土地上面 那是不得不用一個行政法規呢 我們希望跟相關的工產單位來商議 是說這確實是我們的研製品的土地 他個人在使用能不能做一個所謂釋出 那還是一樣是在國家裡面 是屬於你管理的 現在變成研明會管理讓給族人使用 這個本來是很清楚 而且是很正當的一個模式嘛 但是事實上我們想到說 台大為什麼會這樣那麼僵硬的 對待這樣一個研製品使用多年的這個土地呢 一直認為呢還不能釋出 這個是我們實在是無奈 也看不出來他的用意在哪裡 好 那我想我們可以從當事人也好 或者是族人的觀點 難至於我們學生在整個參與 這樣的一個事件過程裡面 都表達出來 對於這個事件所關心的層面 其實是涵蓋了從部落個人 一直到整個族群 未來的一種傳統領域的發展 那我想我們待會再回過頭來 進一步去探討 這個事件現在發展的進度是什麼 我讓大家來進一步的了解 我們先休息一會 在那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欢迎大家再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想我们如果回到 整个原住民保留地开发管理办法的内容 来看保留地设置的一个精神 其实很清楚可以看到 保留地它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其实就是保障原住民的生计 第二个目的其实推行原住民族行政 我想这个从1948年第一次的公告三地 保留地的管理要点 一直到96年修正为原住民保留地开发管理办法 其实这个两个精神其实一直都没有改变 那所以其实我想很重要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能够透过保留地的真话边 能够达到这法规里面 所要达到的这两个最主要的目的 我想我们现在已经有观众朋友 来call in来跟我们加入我们的讨论 那我们是不是先接我们新竹的陈先生 汉竹 陈先生你好 你好那最高法院的感觉有大概有违线之余 因为宪法对原住民土地的保障 对传统领域的范围的保障 要适用国际法的传统领域土地的规范 就是原住民权力宣言第26条第二项的 就是原住民持有土地的理由是传统占有的 他们有占有权可以使用 那传统上使用的他们至少有使用权 没有占有权 所以传统领域的土地权不一定是公有占有 也能持有占有 那他们传统上使用的 一定有使用权 可能不能有占有权 那另外原住民部落于人民公约的第14项 第14条第一项也说原住民对传统领域 占有的土地的所有权跟拥有权 要受到承认 谢谢 好 谢谢陈先生的一个说明 那我们是不是在接台北撒基拉雅族的张先生 张先生你好 你好 我是张天明 我是撒基拉雅族的 我非常对这个节目很在意 因为刚才台大的一个不尊重的那个 不法的那个行为是逃避的 逃避责任的 因为我们公部门是政府的工具 假借依法行政之名 霸凌原住民的主权 我们原住民的党义代表一直没有办法表达民意 他应该了解我们原住民过去使用土地的尊重是用轮根 修根 然后中华民国38年旅往到台湾的时候 趁我们修根的时候 他就把我们的土地把它划编回去 现在又不防我们 这实在是不尊重原住民 简单的这样子告告 好 谢谢张先生的一个分享 那我们是不是在接花莲太鲁阁的张先生 太鲁阁族 你好 你好 那个原住民保留地实在是没有 喂喂 你说 没有法的位阶 所以那个要真边保留地 我们的土地在中央上面下方期来上 我们底下那个什么磐石 我的祖父还是躺在那边 那个地要不要叫我们去扫墓 那现在那个台大去占用那个原住民的土地 是不是合华呢 因为那个原住民政府来到台湾 接近日本人 他那个土地应该是给原住民才对啊 不应该给这个台湾大写啦 是不是我们原住民重新把那个地拿回来 然后再重新规划 那些管理我们土地的圆明会 也根本搞不清楚我们这个原住民的土地是怎么来的 他也不强力的帮我们讲话 那怎么办呢 好 谢谢我们张先生的一个意见 那我想很清楚的刚刚从上位的这个观众朋友的call in 我想特别是我们陈先生 把这个基本上是国际上面的 对于原住民族传统领域的这样的一个主张 他其实刚刚提到的是从这个联合国原住民族权力宣言的第26条 甚至还有这个国际劳工组织的169号公约的这个第14条以下 有关于保障原住民族土地甚至传统领域的精神 希望能够带进来在未来可能在协调上面的一个诉求之一 那另外两位观众当然也都提到了 像跟那个亚言的所建议的是一样 是不是我们现在这个保障地的管理办法也好 或者是这个政编的规范 这个法律位阶是不是过低 导致说其实会衍生出管理机关 他可能会有一个同意权 其实这个同意权某种程度上 其实是一种否结权的设计 我想这个是我们观众朋友所提出来的一些看法 那不晓得这个副处长有没有简单回应一下 好 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针对刚刚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园民会对于 补办政策边保留地的一个政策的一个立场 我们把它定位成说是一个土地正义的政策问题的一个解决 所以我们在相关的一个 我们原住民同胞来申请政策边的一个条件上面 就只有很简单 只要它能够证明跟我们的土地有传统使用渊源的话 也就是从77年21号有使用到现在这个事实的话 我们就认为说它基本上这块地就应该还给我们原住民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说 因为这个这些公有 现在由公有机关 在管理的这些土地的部分 就是说我们相关的共产机关 对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政策背景 它还有政策的一个目的 它并不了解 所以当我们在处理这个 原住民保留地申请政策边的一个实物上最常碰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事实认定 到底有没有使用迄今这样子的一个事实 这样一个认定上面的问题 台大也是如此 那其实我们之前在跟教育部在那边协商的时候 程如刚刚亚言讲的 就是说这个部分是不是能够成立一个公正的委员会 来处理事实这样子一个认定的一个问题 那其实在那个协调会当中 我们也有去跟教育部还有台大行去协调 就是说是不是可以就是说 透过那种专家鉴定的方式 既然对这样子的一个事实认定的部分 有大家不管是我们民众 或者说是工产机关 他对这样子的一个事实的部分有意义的话 那是不是可以透过专业鉴定的方式 来处理 那如果说没有办法确定的话 是不是可以说由当事人 就是我们申请人 他透过拒绝的方式来担保 说他这个所使用的是符合 有这样子的一个使用事实 然后台大就透过一种 有条件的同意方式来处理 不要让我们行政机关 耗费太多的行政资源 在处理这种事实认定的方面 这个部分是我们原民会 一直要持续跟那个共产机关 协商的一个地方 当然就是说我们在2月21号 跟教育部协商的这个一个结论的部分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 我们在补办策划边的 如果说个案的事实认定 有一意的话 我们可以送到我们原民会的专案小组 来召开相关的一个专案小组的会议 来协调 但是在这个王雅各先生的这个个案里面 就是说我们认为就是说台大在会刊 这个记录的部分 他其实对于到底有没有使用这个事实 不管是王先生他提出航照图也好 用电证明也好 户籍证明也好 并不是说他们是持很肯认的态度 换句话说他们对于这种相关的一些证据方法 他只是觉得说王先生他没有办法去举证证明 来证明说这块地是他以前使用的 但是我觉得说这样子的一个证据的方法 一个认定其实是不太合理的 因为处理土地转型正义的问题 不应该是由我们民众来负举证责任 就如同228事件的补偿条例一样 我们不可能要求当事人来负实责的举证责任 是因为如果是要求这样做的话 毫无疑问的对家属来讲 是在他们的伤口上撒眼 所以基本上我们不认为说 这是一个很妥视的方式 当然以后有关于事实认定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这个部分我们还会持续跟共产机关来协商 好 那我想我们这边再跟大家整理一下 就是这个案件本身 就是说从诉讼定验了以后 大概就是衍生出后面这些讨论 大概就是因为在去年的12月9号 就决定要来去拆除这个王雅各 你的地上务 那后来这个事件衍生出来以后 那在103年的1月5号 当时是由我们这个立委孔文吉主持 来邀请台大校方还有原民会教育部高教师 还有王雅各本人还有民族议会来召开协调会 那协调的结果到103年 就今年的3月1号 目前它的进度应该就是一个暂缓拆除 那暂缓拆除未来 它势必还是必须要回到刚刚我们副处长 跟大家说明的 怎么去处理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大家也很会去想 那教育部高教师 他作为一个全国的高教的管理 最主要的一个行政部门 那他们在这个事件里面的立场 我想我们这边原本也是有邀请高教师来出席 那也是一样 这个高教师也提供了一份他们的声明稿 那在提供这边给观众朋友来了解 原则上第一点高教师是表明 这个他们认同这个原民会的 这个增化边的实施计划 那作为一个整体行政部门的一个部分 当然在法律的这个结构底下 他们会配合这个政策来执行 那他们也提供了这个个案本身 他的一个行政流程 我想大家可以注意到 这行政流程里面有一个关键点 也就是这个工产管理机关 也就是国立台湾大学要同意这件事情 那如果都同意了 那当然就再到原民会 转这个行政院来做一个核定 那接下来他们在整个第三点也提到了 目前的一个处理方式 也已经在二月份来召开协调会 那所以他的第四点 我想大家可以看到 他就提到了未来有关台大 这个对于本案事实认定的结果 本部要尊重 那因为本案涉及政府 对于民众的行政处分 他也建立了原民会要来 研理一个友善的救济的机制 来保障申请人的权利 我想这是有关于高教师 他对于这个事件本身 他所提出来的一个声明 那我想这边是不是 我们可以回到我们当事人 可不可以简单说明一下 是不是不然先请亚言好了 就这整个协商的过程也好 或者说在学生社团 在面对学校 怎么样去提出你们的一个诉求 其实我们怎样提出诉求的话 我们都是透过跟老师沟通 可能就是跟老师出去 就是跟老师开会 这样子来提出我们的诉求 可是其实校方的承诺 一直都不是很 都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承诺给我们 所以我们一直在提 就是我们提出的东西 学校也只是用那种就是 想说好我们会再考虑看看 可是我觉得学校应该要 做一个清楚的承诺 不只对我们学生 当然对雅各他们 也是要提出一个清楚的承诺 他们都是用模糊的态度去反映这样子 那雅各这边你在经历了这么将近三个月的时间 那你到底你觉得到底有哪什么地方你觉得是一些困难点 我还是在盼望啦 我现在是一直想为什么做了阿公的弟友一直在刁囊我们这些原住民只靠做农卖点菜过生活一直刁囊我们这个没有什么必要啊 所以我想其实这整个事情的关键其实还是在于说我们当事人 雅各你要怎么去就是说从台大立场就是说他希望你能够证明嘛 就是你之前77年2月1号以前你就有在使用 那你是不是有准备一个那个空灶炉是不是也让我们大家来了解一下 就是说你怎么去说明这件事情好不好 因为这个图带是哪一个年代是不是可以带出一下 应该是70年代 70年代的这个空灶图 那你可不可以大概标示一下你的使用的位置 位置我现在是这一条是马路啦 这一条白白这个都是马路 那我的位置就是马路边边这个有起石头 有这个有这个桑木不是桑木 果树这个部分 有种果树的这个部分 那整个梅峰农场的范围大家可以讲一下 范围他们都是在上面的 上面 对 所以有涵盖到你耕作的地点吗 没有 这个上面这个我爸爸之前做这个 现在以前是编波啦 编波 我现在都是用整瓶 现在都看不出来 在现场我有照 照几张照 那秀一下 所以你那个是70年代的空灶图吗 就很清楚那个地方是有耕作的事实 这个就是1985 应该是74年以前 对 这个就在开墾了 你可不可以讲一下那边在耕作什么作物 这个果树 那是果树 果树 这个我们演出民起的石头 就在耕作了 你可不可以讲一下那个石头的用意是什么 这个石头用来就是水土保质 水土保质 水的 那个做水土保质用的 还有吗 还有啊 还有啊 这个 之前1985年的时候 跟现在我做的现况一模一样 这个是 这边的山跟这个 这边的山差不多 好 这个上面 现在是已经改变做温室了 做温室 为了生活 就经济 就改变 好 我想可以从这个我们雅各所提出来的这些照片 确实就是说其实耕作的事实是很明确 那另外我刚刚特别要请雅各说明 就是说为什么要做那个 那个土石的一个水土保质 其实也是希望能够让这个社会大众去理解 原住民在山上或在部落的一个耕作行为本身 其实不是像我们外界所误会的 是一种烂肯烂法的一个情况 实际上我们部落本身在使用自己的土地 其实都会呈现出那个水土保质的一些设施 那不晓得那个主委这边 其实刚刚看到那个 那个是航测土 其实雅各已经拿出来过当作证据 民国70年了 但是台大农场说 这个是他们请人雇工使用的 他不能确认是雅各他们在使用 所以这个问题是 变成又回到纸上面看这个东西 到底证据是谁要去讲的 他们假设他们种的就是这样去种的 那他认为说我不能确认是你们 因为我们也有雇工去整理他们台大农场的地 但是我跟各位报告 民国70年的时候我就在物色了 看到那块地没有什么请人雇工了 他是租给包商种高丽菜的 台大吗 台大 那所谓的实系农场是用他们的土地租给包商取得资金 这个是事实的 因为我在那时候辅导原住民做合作农场的时候 我们就有过这样的一个竞争嘛 所以这个就是说 证据就像日本时代 原住民的土地 变成高砂保留地 变成保留地的前身叫高砂保留地 那原住民刚刚张先生所讲的 修坑的土地 原住民的猎场 原住民的储盆 已经旧的部落 那这些地 日本人说你们拿证据啊 这个是不是你们的 怎么拿证据 用什么证据要给他们 所以日本人就说 这是无主之地 没有主人的 这就全部都是所谓的国有地了 这个概念台大农场的概念还是一样 他觉得说你拿证据啊 我们拿航测图 这个好像是我们做的啊 所以我在讲啊 今天他告王雅各是侵占 叫财务团地 你83年以后 你告他侵占财务团地没有问题 因为你已经登陆了 你为什么不在83年以前告呢 你没有登陆之前 你怎么告王雅各 他已经在做了 所以这又变成是说 你为什么不告说是 过去83年以前 适时使用的这个地主已经长久了 你管理你的农场 为什么管理不当呢 为什么这样去占用呢 你83年以后 你才去告人家财务团地 我认为这个台大实在是 学术机构单位 他有他的一个所谓法律的一些知识 去告说是因为他登陆之后去告 但是我现在后来看到王雅各 他这个一个简单的申请的地基图 我觉得在严明会应该去处理一下 他今天所占用的 所谓使用的这个地 叫144号 原来是144号一笔 那底下是松钢段 上面是吹风段 144比这个地是很早民国50年就有这个地号 那有这个地号的时候 整个登陆土地 登陆土地或者是测量土地 一定要有一个测量的目的 测量的目的是作为什么对象的 或者是哪一些人来申请测量 或者是作为什么土地 是一定很明确 所以144土地我认为是保陆地 那今天严明会这里 我认为他要去对照当时总测量登记的地基图 和这个套土看看 如果这个144是保陆地的话 根本和台大农场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你怎么会占用到保陆地呢 所以我是认为今天这个案 我认为台大他用一个学术 非常懂得法力的一个所谓美角 去用这个时间去告人家 我认为实在是居心可车 我认为是应该受到检测 好那我想我们在目前的这个进度 等于说协商的进度 我刚刚也跟各位做了一个报告 就是说目前经过3月1号的协调 目前是暂缓拆除 我想这边也给大家看一个 这个法律的文件 这是一个公有土地真话编的 原住民保留地审查作业规范 那是不是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CG的第五章 他特别就是有提到 那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提到这个土地使用 如果有中断的情形 其实如果是我们这边法条里面 所列举的这五点 他仍然可以增编为原住民保留地 那我想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说经过工产管理机关提起诉讼 或者其他方式来排除使用 这个一样是可以经过整个保留地的 这个真话编的这个规范里面 去证明如果确实是属于 可以这个原住民使用的 他一样可以列入真编的一个范围 那我列个这样的一个要点 主要是希望让各位观众朋友可以理解 我想方才我也跟大家说明了 国立台湾大学目前的一个声明稿 他也非常清楚的表示 这个案子本身 校方一定会秉持依法行政的精神 并且邀请专家学者共同详细检视所有证据 并且会严谨周延的处理这个案子 所以对照这个规范要点 以及这个台湾的声明稿 不晓得副处长这边 就是您未来 这个到底协商的主动权会在谁身上 跟各位报告 其实刚刚主持人所提的 就是公有保留地正化编的规范油 那几款就是说不因为 就是因为土地使用中断 而仍然能够申请的这种情形 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会里面 曾经在处理有关于林务局 他所经管的土地 也是类似像王雅各先生一样 也是经过三审判决定验 后来就是说有关于在申请正化编保留地的时候 有资格上面的一个问题 后来我们会里面曾经做过正式的一个函视 给林务局 就是说我们认为就是说 即使是三审定验的一个案子 这样子的案子顶多只能够去表征 国家对这个土地的一个支配高权 但是并不代表就是说 国家把这个土地收回来之后 是不是能够为了要遂行原住民保留地的政策 来保障原住民的生计 来推行相关原住民保留地的政策 所以补办正化编保留地政策 就是一种遂行原住民保留地的一个政策 所以我们会里面曾经透过政治的函视 来告诉所有的工产机关 包括教育部还有台大在内 所以这个在2月21号的这个协调会当中 我们有正式告诉那个教育部跟台大 所以因此王先生王雅各先生 他后来就是在1月5号的那个协调会之后 我们请他再重新跟仁爱相公所提出申请 那现在也已经在2月11号已经会康完毕 那会康完毕之后又还是回到 就是说一个事实认定的问题 就是有没有7721使用到现在的这个问题 我想这是问题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癥结点所在 那因为这个真化编申请的一个过程 就是说涉及到从相公所到县政府 还有到我们会里面 还有到后来的工产机关 还有到后来的行政院核定 以至于说后来就是说 如果行政院核定完之后 可能还涉及到说 有关于保留 核定正化编保留地的一个 附账分割的一个作业 那这个时候还涉及到地震事务所 他们一个附账分割作业的一个排定 还有就是说他们有没有这个经费 来执行附账分割作业 所以平均申请一个正化编案件的话 恐怕需要蛮长的时间 就是大概七年左右的时间 我们族人同胞才能够从工产机关 拿到这样的一个土地 那这个部分因为涉及到太多 相关行政部门的一个行政作业 所以我们会里面是有在研议 就是说如何去简化申请保留地的 正化编的一个行政作业流程 然后加速让我们族人同胞 尽速地取得他们应该有的一个土地 好 这个部分我想 待会我们回过头来 再请副组长跟我们简单地说明一下 怎么样去加速 那我想我们这个部分 我们先休息 我们待会回过头来 再继续跟大家讨论 再继续跟大家分享 以死为囚 以木呢 以主呢 为榜 我们就打赢了世界少棒的冠军队 就是加农这一批 他们毕业以后 回来台东来开始推展棒球 高杰林 你年纪这么大了 你还有心这样 我说年纪不是问题 好 欢迎大家再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想从刚刚我们最后副组长跟大家说明的 因为在整个申请真话编的过程 其实它时间上其实蛮长的 所以其实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 其实不只会产生工产机关 跟当事人的这样的一种诉讼争议 甚至还有一些其他 民法上面的争议可能也有 所以我想在过去这段时间 有很多这个诉讼上的问题 我想也是带给这个会里面在处理 这个事件本身有这个压力 所以可能会去设计出 怎么样能够让它加快 甚至在等待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可以给它一个 类似暂时性的权利去确保 它未来这个真话编的权利 确实是属于我们当事人的 我想这个我们待会再回过头 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那确实就是说 今天我们从梅峰土地 这样的一个争议本身 看见了保留地制度本身 所存在的一些 也许是它的缺失 或者说仍然可以去做改善的地方 那我想我们这边 也准备了一段报导 让各位观众能够来了解 更进一步了解 梅峰土地的争议的内容 行政院圆明会为了保障原住民土地使用权益 民国96年1月12日韩班不办真话编原住民保留地实施计划 让原住民于1988年2月1日前 只要是有证据显示祖先曾经开墾过 并且目前继续使用的公有土地 皆可申请不办真话编为原住民保留地 在南州县仁爱乡的赛德克族人王雅克就说 他们家具有仁爱乡翠风段的144 144-1 144-23笔土地 包含在由台湾大学管理的国有土地之内 基于符合申办要件 依照程序 便向仁爱乡公所提出申请 经过乡公所县政府会刊确认符合资格之后 鉴请习罪人民会准与增编 但是台大得知之后 以尚未厘清增化编原保地实施计划的法律未接为由 表示不同意行罪院民会执行增编程序 并控告王雅各侵占 三省定宴王雅各败诉 2013年12月9日 台大会同南投地院警政执行处 带来重机具要拆掉族人的防射 面对土地败诉 族人是力争造底 因为土地如果没了 一家六口就不知道该如何生活下去 希望台大缓拆 并给予延到明年三月的时间 让乡公所可以补齐各种资料 以继续跟国立台湾大学 还有教育部进行协调 我们也知道这个地区 长久以往就是一个有纷争的土地 所以我们藉由这个机会 希望把这个问题凸显出来之后 行政不管是乡公所也好 县政府也好 行政业也好 都能够正视原住民土地 跟管理单位的一些纠纷 台大梅峰农场厂长 由于没有决特的权利 当场透过电话跟校方联系之后 台大校方终于同意暂缓拆除 也表示校长将会亲自前往地方 进一步了解状况 希望双方未来能够找出 共同解决之道 好 那我想我们现在 也有观众朋友 继续来加入我们的讨论 那我们是不是先接 南投赛德克组的吕小姐 你好 请说 吕小姐 请说 你说 好 我也是那个 做台大的受害者之一 如果台大要把这块地收回去的话 我们的生计就没有了 我希望台大如果可怜一下 我们原住民的话 就把那个地有真边的 就放给真边的 我们已经申请真边两年了 台大还是不放 好 谢谢我们吕小姐的一个表达 那我们是不是 还有 还有这个花莲的布农组潘先生 潘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你说 我是讲说 真话边 真话边这个 传统领域的 那个主基地 我是讲到我们那个 国家公园 花莲那个 国家公园 那个一山国家公园 我们主基地是在那个 大分 大分 那个地方 主基地是算 算是 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我们已经停到 很长的一段时间工作 我们不得不下山 老人家也不跟 因为日本人 转难的时候 我们跑到花莲 有的跑到台东 有的跑到高雄 怎么成立 怎么算说有证明 有证明 因为说证明的话 我们原住民说证明的话 国家政府都不会财纳 国家 更不用讲说国家公园 因为国家公园 本来就是抢夺我们的东西 我们以前小时候 我们才 因为老人家说 盖国家公园 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怎么样 老人家才答应 因为不是字 第一个不是字 第二个是 搞不清楚 后代要怎么生存 现在才知道 我们后代的年轻人 才知道活不下去 根本就活不下去 好 好我们谢谢我们那个 潘先生的一个说明 那他特别提出来 布农族在过去的一个 传统生活的领域 在玉山 那因为整个国家的一种 制度性的一个迁移 那造成他们远离到 他们这个传统生活的空间 那连接到我们刚刚这个 我们赛德克的一个族人 本身所表达的 其实保留地本身的存在的目的 就是很基本的 要维持原住民族生计 保障原住民族生计 那我想回到这个案子里面来看 其实也是很基本的一个 生存权的一个诉求 我想这个 这样的一个声音 我想我们都非常的清楚的了解 那我想还是回到一个 非常基本的一个讨论 就是说其实 为什么会需要原住民保留地的 这个真化边 那这个它实质的意义 除了我们刚刚跟大家说明的 保障生计跟推行原住民族行政之外 那从原民会作为一个最高的行政机关的角度来看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跟 也跟我们大家来做一个说明 那你们在整个推动的过程当中 还有它整个推动的进度是如何 那因为也有很多这个消息嘛 就是说其实真化边 其实已经延长了一次还是两次了 那是不是会继续延长 那是不是也请副处长来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好 有关于保留地真化边的政策 我这边来做一个说明 其实保留地真化边的一个政策 最简单的一个概念就是要还地于民 把原本是我们原住民传统使用的土地 要回复给我们原住民来使用 所以基于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曾经在79年到87年的时候 曾经做一次整批真化边 之后在96年的时候再做一次 再有报到行政院去核定过 这样一个真化边的这样一个政策 那目前来看就是说 上一次的真化边的一个计划 原本截止日期是到100年的12月底为止 那后来我们跟行政院合备之后 现在已经延长到就是今年底为止 所以目前的一个规划时间就是说 我们受理我们族人申请真化边的时间 是到今年底 但是后续的一个有关于受理之后 从一个相关的一些行政作业的话 我们是希望能够在105年底 完成后续的一些相关的行政作业 就是把土地还给我们原住民 我们希望说能够在105年底 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内 然后协调相关的一个共产机关 来促成这样的一个政策的一个落实 那目前就是说从96年 这个计划实施以来 我们全国受理的面积大概是有三万两千笔 然后面积大概是四万两千公顷左右 那目前来看就是经我们协调共产机关 同意真化边为原住民保力的部分 大概是四千五百二十三笔 那面积大概是一千五百八十四公顷 那最后行政院已经核定的部分 大概是两千两百一十笔 那面积是七百七十六公顷 这是目前的一个 关于我们补班冲化边保留地的一个最新的一个进度 但是因为这个补班冲化边保留地的一个实施计划 我们在上一次报院的时候 行政院在101年12月3号 他核定这个计划的一个延长修正计划的时候 他有特别就是含护我们本会 希望说我们这一次受理极限截止之后 不要再用各种理由去来展延 换句话说 所以这个补班冲化边的一个计划 它的一个落日条款就是在今年年底 所以我们在这段期间 我们原民会不断的透过各种管道 跟我们主人去宣导 就是要把握这个最后一年的申请期限 因为如果过了这个申请期限 如果要再申请冲化边保留地的话 那恐怕会在计划上面的一个依据上面 就会失所复利 所以这个部分会比较可惜一点 所以我们一直在努力去宣导 那也借这个机会 希望说我们主人同胞 能够把握时间在今年12月之前 能够提出这样一个申请作业 好 那我想从我们副处长 跟各位观众朋友做的说明 我想确实就是说在整个我们这样讲 从这个效率上来看 可能它并没有这么的符合主人的期待 就是说不管你的面积来讲也好 或整个核定的这个时间上来说 那所以不曉得就是说我们从主人的观点 怎么看这样一个政策 特别是我们之前的主委 对 事实上增花边保留地这个计划 事实上在这一次是叫补办增花边 前面就有一个增花边土地的计划 应该 我的印象应该是民国79年 那后来花79年以后很多很多漏掉 就是该增花边的没有纳入增花边 才有补办增花边 但是今天到103年底截止受理 而且以后又不能再做一个 什么理由来做一个再做的增花边 我认为这个是万万不可 因为那么大的一个区域 原住民的一个资讯等等的 我认为还是会有漏掉 我很建议原民会 甚至是立法院的原住民的委员 应该增花边是做常态性的 所以应该要把增花边土地纳入法律位阶 符合在工产土地 原住民适时使用 甚至还是照所规定的 所谓77年2月1号以前 甚至是呢 是不是在更早连线之前已经使用 但是中间有中断的部分 都纳入在所谓的增花边土地 因为这个是一个比较简易 既处理原住民在使用的土地 或者过去使用过 然后再能够恢复到 他们在 恢复他们在使用 所以我今天听到那个 仁爱乡吕小姐讲 可怜可怜我们 我们做了那么久 台大尽力放手 我觉得完全是本末倒置 我们为什么要拜托台大 那本来就是我们的土地啊 这个土地我们长期使用 只是在法律程序上 你要我拿出证据 我的证据你又受质疑 我想永远就是卡在这里 所以我论为 能够言明会或者是立法院 真的要把 正面保留地 常态性的 由法律位阶来做提升 那符合这些要件的 核实 因为这个是所谓的 刚刚一直在讲什么 土地转型正义 本来转型正义就没有什么 时间的限制内 不应该有时间限制内 去做规范了嘛 所以我认为 应该真的 言明会要加油一下 真的是这个部分是 我们期待是一个 更转型到 很公益的一个事实 我想特别啦 就是说刚刚副处长 刚才也提到了 这样一种土地正义的观点 那我们瓦雷斯主委也提到 我想大家应该也都可以认同 转型正义应该没有 所谓的弱日条款 但是原本会应该是作为一个行政机关的一体 所以当然我想会里面应该会清楚的表达 但是这个整个最后的一个决策权 其实还是掌握在行政院的这样一个立场 跟它的观点 那刚刚我因为过去我也曾经在美国流过血 那对于一些国外的制度 这个常态性的处理土地的机制 其实确实是有 比如说像加拿大有一个ICC Indian Clients Commission 那在纽西兰处理毛利的这个传统土地 它也是一个常态性的机构 我想这个 我想未来应该可以有 透过更多的专家学者的一些建议 看怎么样 确实我想这个应该是一个可行的方法 那其实我们回到今天的讨论 就是说这个从刚刚副处长跟我们分享的 这个不管你是比数也好 还有这个面积范围也好 还有核定的这个速度 其实我想应该我们也不要把所有责任 都放在中央机关的位阶 其实很多这个调查的起点 都是从地方政府开始 这就是我想请教一下这个雅各 就是说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想要去提这个真话边 那在提了以后 经过多长的时间去做一个调查 我想这个其实可以让我们观众朋友 去理解到就是说 其实在提真话边的过程 我们必须要去注意到哪些事情 那整个等待期间 或者说你必须要用什么样的一种 准备什么样的一种文件 我想这个应该 因为都会关系到第一层的 这样一种提出申请 这个我想如果能够让大家清楚了解的话 也许可以在未来 怎么样或许说会里面在 加速这个速度的时候 可以去了解一下地方 它实际的现况 然后去针对这个地方去做一些改善 可以跟我们大家说明一下 是这样子 有开始普遍政编的时候 我发觉到我那个地是没有权利的 有这个机会我就开始在跑公所申请资料 因为普遍政编这里就有写电表证明 或者是司令证明都有去准备过 就开始在跑真边 然后公所要查那个实际抗查的时候 台大下来的时候 七十七年下来第一笔申请一百四四号 他说这个地好像不是台大的哦 他们有讲过这个好像不是台大的 后来他们在确认确定是台大的后面他们才陆细开始在整理资料 然后七十八年就开始提告把我高上法院 今年 八八不是八十八年 八十八年的时候 不是不是七十八年 九十八年了 九十八年了 就是其实你是在公告补办的办法出来以后 你才知道这个讯息要去办申请这个真话编嘛 是这样子嘛 所以在九十六年这个公告办法 没有还没出来以前 其实你这个资讯是有限的 是不是应该可以这么说嘛 对 所以其实我想从雅各的这个个案里面很清楚可以看到 就是说虽然我们从这个七十九年 开始在实施这个真话编 但是其实大家可能是想台湾这个土地这么小 其实资讯不见得能够真的进入到部落里面去 所以其实雅各这个案 他也没有所谓的让权力睡着这件事情 确实就是说资讯本身的传递的过程当中 到部落里面去 其实并不是如我们在外界所想像的这么容易 我想这个是 我想也应该让全国的这个社会大众去理解 这样的一件事情 不管是从这个保障原住民的权力的观点去看 我想必须要把这样的一个事实 让大家去了解 那雅妍不晓得你对这样 我们刚刚所讨论到目前为止 你自己也是这个排湾族嘛 那对这个真话编的这样的一种 所谓的实质效益的讨论 那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其实我自己的想法是因为 就是在讲到这个作业规范好了 其实这个作业规范它根本是 就是只能算是一个行政规则嘛 连行政命令都不能说它是行政命令 就是而且我觉得 重点是你的程序要写得很清楚啦 因为其实这个关系 这个在十一条第四项它里面有 在就里面有讲到 可是它程序并没有写得很清楚 它只有讲说同意的话那要怎么办怎么办 同意的话那要怎么办怎么办 可是它并没有讲任何讲到不同意的东西 就是我觉得这是要可能要去考虑到的一点 另外它的因为刚刚讲到 它连行政命令都不能说是行政命令 那就牵扯到就是它的位阶果低 那它就是刚刚讲到就是 它的成功比例也非常的低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也是要考虑到的一个东西 那我想这个也不要讲成功啦 应该就是在核定的这个过程里面 我想刚刚副组长也提到 目前核定的比数是2200多比嘛 那现在大概是700多公顷 那跟我们申请的案件的这个比例 确实落差蛮大的 那是不是不晓得是副署长也好 或者这个朱委也好 这个到底这个落差 有可能是发生在哪一个环节啦 我刚刚补充一下刚刚我们所讲的就是说 它的同意权是在管理机关 我认为实在是不太正确啦 因为呢管理机关它只是在管理土地 它还有一个主管机关嘛 主管机关是国有地嘛 国有财单局嘛 所以变成一方面申请的整个法规 其实是要经过地方政府相公所县政府的 所谓的审定嘛 那基本上这两个政府都没有问题 然后呢 还要经过管理机关的同意不同意 这个确实在整个法规上面 我们认为好像本末倒子 我是建议今天类似的土地 台大农场它应该是说 好 当初在83年在座登陆它的土地的时候 它就要排除 它要排除当时它没有辖击管理的那个土地部分 要排除要交还给国有地去管理 那不必 因为你这样的话 你变成说把所有和争议的土地 都纳入在你的管理里面的话 你毕竟会发生很大的争议 那这个土地你让给国有土地 尤其像补办支援保留地 跟国有财产局在协调的时候 看起来都比较成功率比较大 然后反而是台大认为说 我怕受到处分 因为我管理不当 我不坚持我的意见 所以就变成说 他就很坚持他的一个所谓的证据的需求的问题 我是认为是有一点矫枉过正 我是认为应该要求台大这些争议的 我听说还有八个原住民的土地 和他有纠纷的 甚至中断的部分还不止 这些土地他没有 从来都他没有辖级 他大的管理的部分 你就解编 结尾 就是反尾国有财产局 我想这样的话 对台大他也没有什么损失 因为事实上他很难去管理 我想这个部分是台大应该 然后我还有一个想法是说 今天如果是用所谓的学者专家 做一个好像中间者去做认定 是说到底这个证据是不是是确实的 我实在也不觉得 所谓证据是事实的证据这个部分 原住民传统理议 周边的人部落的人都很明确 这就是他的 公司他就做 这个证据为什么不可以 相公司都已经采纳 先中都采纳了 那为什么还有什么其他证据 你学者专家要去找什么 比这个更具体的证据呢 我是认为这个有一点在 在整个对于所谓的法律 法律的一个所谓条文的 一个要求上面 所谓的事实认证的这个部分 我实际拿不出来 一个可以看得出来的一个证据 但是你周边这些逝灵地 他不能骗人 他不能做伪证 所以为什么不能采信这些呢 所以我觉得也是非常对台大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思维角度 不应该是学士单位的一个想法 好我想我们可以再整个简单的回顾一下 就是说其实在申请这个增化 边保留地的过程当中 这个行政程序 大概涉及到几个机关 那第一个当然就是你申请以后 他受理机关是乡镇市公所 那乡镇市公所受理了以后呢 他当然就必须要去做现地的会刊 去确认这件事情 说这个土地本身是不是 有我们现有的原住民在使用 然后在会同这个工厂管理机关 一起去做会刊 然后去做这个整个法条里面 规范的一个要件 是不是符合 那会刊的结果 那再交 应该叫到原民会 还是工厂管理机关 去做一个审议 现在送到我们原民会 先送到原民会以后 原民会再来去做一个 书面的一个判断 或者说一个审查以后 觉得没问题了 再把这样的一种申请文件 送到这个工厂管理机关 那所以呢其实我想 这里面很关键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从地方到原民会 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工厂管理机关 也有去会刊了啦 那当然就是说 原民会在送行这份核定之前 他把这样的一个申请的案件 送到工厂管理机关 去做一个审议好了 这个目的跟用意 或者说它的设计上面 到底有什么样的一种想法 其实这是我们刚刚在讨论的 那我想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包含了 今天的雅各的案件 甚至还有更多的这个 生命保留地案件里面 最大的一个症结点 那其实刚刚主委也刚刚提到了 其实在面对国产 现在是国有财产署 那其实国有财产署的态度 都是比较开放的 那但是对于这个各个 这个工厂管理机关 其实就会遇到不一的困难 我想就这个部分我想 这个工厂管理机关的审议的 这个程序本身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 我想待会我们先休息一会 再请这个副处长 跟大家从政策上面 跟法规设计上面 让大家来了解一下 那这样一种设计本身 是不是有什么可以改善的地方 我想我们休息一会 待会再做这样的一个讨论 掌握每周全球原住民族 最新的脉动 政治 经济 土地 教育 医疗 报道每周全球原住民族 关心的焦点 气候 自然 艺术 文学 语言 周六晚间9点 大看天下 好那我想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了 在整个申请保留地的程序里面 工产管理机关的审议 它所扮演的角色其实是蛮关键 在决定是不是能够作为送行政院核定 然后去发给保留地权利的一个过程 那刚刚副组长也跟大家提到了目前的这个申化编保留地 其实已经延长 那延长其实它也有一个落字的条款预计了 预计是到今年的年底 那我们这边也做了一则报导 让大家了解一下整个申化编 它的一个政策的实施的一个内容 行政院原本预计在民国一百年底截止 不办增编原住民保留地申请 但因原乡地区资讯不足 大多民众错过了受理申请期限 行政院原民会为了协助族人保障自己的权益 申请时间顺延至一百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族人可以到各乡镇市公所咨询申请条件 左手申请 行政院原民会为了协助原住民取回先前中华民国政府 接受日本政权时直接被编列为国有地的土地 原民会图管述表示 自79年到100年两阶段的实施 总计约有三万六千七百五十笔合格申请 增编面具约为两万五千零二十六公顷 其中公有土地增编为原保地的就有一千五百公顷 而其中百分之八十位于花东县市 申请人以平地原住民者为最多 这个阶段事实上他所申请的比数是很多 大概两三万件 但是实际上核定的这个 能够增编的土地面积 目前为止行政院核定的到一百年的 我们手边目前所看到核定的资料 是大概一千多一千多公顷而已 原则上其实这个增编都是在 在平地原住民的部分比较多 像台东花莲 那其他的部分在以前所谓原乡地区的 那个山地乡的部分是比较少 大概有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花东 行政院原民会表示 从申请到行政院核定 并增编为原住民保留地 过程繁复冗长 需经过工产机关地震机关 县市政府等重重关卡 一个案件平均要七年的时间才能够完成 而在乡镇市公所人力上的配合与经费 行政院民会都会给予协助 加速作业程序的进行 我们目前其实是在整个经费上 做很大的补助 还有人力上的支持 一年大概平均在两千五百万左右 这样的一个预算来支持这个计划 那补助现象的人数大概有二三十人 还有包含工产机关 那另外还有测量的部分 还有一些设备的部分 所以总统统大概在两千五左右 行政院人民会图管处发放宣传 手册到县市政府 大力宣传不办真边申请资格跟办法 希望透过县市政府的配合 可以让还没有申请真边 原保地的族人赶快申请 也强调受理申请日截止之后 核定的作业还是会持续进行 好那我想我们从刚刚的报导里面 很清楚的得知到几个讯息 我想这个讯息也在这边提供 给主人朋友们做一个参考 那还是回到我们刚刚的讨论 就是说那个工产管理机关 它到底扮演什么样的一种角色 为行副助长跟我们大概简单说明一下 我要跟各位说明一下 因为从整个申请中华编的一个 行政作业流程来看 大概有分为一个垂直的一个作业流程 还有另外一个水平的一个作业流程 那垂直的作业流程的部分 就是说从最继承的由下而上 所以工所 那工所他受理申请之后 他要去会刊 那会刊的部分 他会去找工产机关一起去会刊 那问题就是出在这边 在工所找工产机关去会刊的时候 这是第一次一个事实认定的一个作业 等到我们就是工所 县府到圆明会之后 我们还要再送一次工产机关 去请他们就这一个有没有使用事实的部分 再做确认 那当初制度的一个设计的原因 就是说工所会刊 那个只是一个初步的一个事实认定 那后来到我们圆明会会诊之后 转请工产机关统一来再做一次确认 那是有点做double check 就是在做最后一个事实认定的一个确认的一件事情 所以等于说是同样一件事实在行政作业上会分割成为一个垂直的一个水平的 那我觉得说在整个行政作业的一个流程的部分 我觉得就事实认定的这个部分是有检讨缩短的一个空间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租人申请的时候 他的一个使用的土地他不是整笔使用 同一个地号不是整笔使用的话 那有些工产机关比如说台大这次他就要求先请地震机关来间接分割 那问题是地震事务所他不见得在时间上面他可以配合你 第二个他在经费上面他人力上面 他不见得能够去配合我们整个生化边的作业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作业流程 就是说整个附账分割的作业 那行政院他也是希望就是说当我们报到行政院核定的这一些震化边的土地 在使用面积的时候 在使用面积的部分能够确定 所以他们也是希望就是说我们在报院核定之前 所有族人申请的面积能够确定 所以希望在申请之前能够附账分割完毕 但整个附账分割完毕涉及到整个地震系统的一个作业 所以会变得很冗长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也有在跟相关的部会协调 就是说是不是让我们先报院核定 核定完之后因为如果不是整笔使用的话 我们到时候再协调地震事务所来分割 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行政作业流程的一个简化 那因为如果说行政院核定之后 接下来要办全力回复的这样一个作业过程当中 还要涉及到就是说如果是在临班地的话 还要先请领务局先解除临班 解除临班之后还要透过水保局去滑入山坡地范围 所以它整个行政作业流程其实是非常冗长的 所以刚刚主持人所关心的那个部分 其实是行政院核定之前就有这些问题 但是行政院核定之后 还要透过这些林务局或者说水保局 他们的一个解除临班或者滑入山坡地范围 这样子的一个等等的行政作业 然后再到后来就是要把权力回复给我们同胞的时候 这些行政作业还有后续的作业要做 所以我们觉得会里面检讨起来 就是说比如说附账分割的行政作业 事实认定的作业 行政作业 这个部分我们认为就是说绝对有简化的一个空间 那其实整个正化边的一个行政效率 其实不要说族人不满 其实我们原民会自己对这样子的一个行政作业的流程 我们也觉得说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检讨空间 那我们也知道说族人对这样子的一个中华边的效率 对我们原民会的一个期待 所以我们其实最近也一直在透过相关的一些机制 来去协调工产机关 是不是来简化行政作业流程 然后期待就是说我们能够尽可能 能够在民国105年 能够就是照既定的时程来完成这样子的行政作业 然后把土地恢复到我们族人的一个手中 这个是大概一个我们希望能够去完成行政作业流程变革的一个部分 OK 好那我想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雅各身上 就是说目前整个程序虽然诉讼三审定验 但是我们会里面的立场当然就是说 诉讼本身其实没有排除掉 你仍然可以按照这个申请作业的规范来去申请 所以这边我想这边还有这个最新的 他所使用土地的一些事实的照片要给大家来看 是不是简单跟大家说明一下 农产一直叫我提出那个举证 心思症我就有这个举证 七十几年我就爸爸有在那边做 这个是 所以那个照片上的人是 照片上是我爸爸妈妈 你的父母亲 然后现在这个就是现在的那个样子 这个电线缸跟那个这个电线缸还在 那个就是那个电表证明 之前的那个电线缸在这里 现在就是温室搭了那个那个电线缸还在 还有我老家老家还我爸爸盖的 这我爸爸 旁边那个就是我了 以前的照片 这以前的照片 这现在 这个照片就是 以前我1988年 现在的相片 你看 以前就有做过了 现在这个 还有这个家里 那个农场的地 是不是要把它转过来 这样子 那哦 对 农场都在上面 这个都是开 上面开垢过的 嗯... 啊我的地就在这边 啊我爸爸也在开 以前是果树 你看 果树也要再打平 啊就 现在就是变成这样子 我爸爸开的 这个台大的寺上面 那个桑还是一样的 那个桑 桑一样还在 那就是那個土地已經變 現在那個種什麼 要不要跟大家講一下 高麗菜 那是高麗菜 好 那我想我們從雅各 這很清楚的幾個年代的 一個影像的紀錄 我想這些都是非常清楚的去說明了 這個從上一代一直到他今天 仍然在持續使用這個土地 那我想其實我們都知道 就是說整個國有土地 其實跟我們原住民保留地的 一個重疊性其實是相當相當高的 其實不只是只有台大 那我想像中興大學本身 有一些實驗林場 還有很多學校 學術機關 其實都有這樣的一個 這個使用的一個狀態 跟管理的狀態 那我想未來其實我們 回到剛剛我們華麗士主委 他所提到的 其實真化編的這樣一種制度本身 他不應該讓他結束 他不應該有這個弱智的 這樣的一種規定 畢竟從轉型正義的觀點去看 轉型正義是持續在進行的 那我想他也建議了 我們應該要從一個比較常態性的 這樣的一種機制裡面來去落實 其實就回應到我們90年代 整個原住民族運動在主張的環國土地 也就是因為有環國土地運動 觸發了讓整個保留地政邊法制化 他的法制化雖然不是法律的位階 但至少他進入到行政命的 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 那我想經過幾次的真化編 一直到補辦真化編 今天我們其實仍然必須去面對 這樣的一個爭議 如果能夠讓他更常態性來處理 我想很清楚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那我想在這邊跟大家說明 台大今天仍然沒有來出席 我們今天的這個討論 那也很清楚的 台大其實也釋出了某種程度的善意 他也表示了暫緩拆除 那未來會秉持著依法行政的精神 來邀請專家學者 共同的詳細檢視所有證據 嚴謹周延處理此案 那我也很期待台大的校方 能夠藉由我們今天節目的一個說明 能夠真確的去瞭解掉 不管是當事人的觀點 族人的觀點 乃至於園民會的一個立場 能夠作為未來進一步協調的 更有可能的這樣一種發展的方向 那我想今天也很謝謝大家的一個欣賞 那謝謝大家的一個觀賞 晚安 謝謝